老闆你觉得学历是一切吗? 当然学历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一切 那你说学历是不是一切? 我相信是 在社会上高薪的人 我告诉你 绝对都是学历 至少 你说没有学历 那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创业 别无他法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父母亲在洗肾 要请外劳 然后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儿女 丢回家让你们养 然后我还要养自己 那请问到底是要会多赚? 我们的原生家庭 我们无法选择 如果遇到了父母亲也好 或兄弟姐妹这样子对你也好 然后你要养自己 如果你不想要就这样离开的话 那你就要选择接受 那你选择接受就很简单 你就是 你就要想办法去多赚钱 不要埋怨 这是你的宿命 那不然你就选择顺应天命 这是你的责任 或是要当你的一种挑战也好 你把它当挑战嘛 当你挑战成功的时候 你就晋升了 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话 你就 你要不要选择 你要不要介绍 欢迎大家来私讯 我们的后台 LINE的社群 你很大家聊不乎 你太靠命了 真诚 你太靠命了 我太靠命了 你太靠命了